我們正在開発的公園TECMOGAMES 《Omega Force》 《無双史律》的同一名 我們介紹一下這個詳細吧 我們牛澤東 英雄集結系列因為是交友 無光榮和酷母等 以無雙系列聞名的《Omega Force》團隊開發 所以我們把這個系列的介紹交給掌揭下來進行 それでは簡単に説明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這個遊戲はゲームの名前通り RPGのドラゴンクエスト 歴代の勇者という色々なキャラクターを使って 気持ちよく戦うことができるアクションRPGです 本作這個系列最大的賣點是 玩家可以用動作RPG的形式 跟你最熟悉的DQ系列歷代經典的角色 進行非常爽快 非常刺激驚險的章鬥 はい 細かいのは突破して 最後一個だけ 今回のHeroes 2では オンラインのマルチプレーに対応していまして 協力プレーと対戦も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ので ストーリーを一人で楽しむだけじゃなくて ご家族と友達とそういう協力や対戦も ぜひお楽しみ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詳細的細節大家先挑割 今天有一個重点一定要強調的是 我們從我們英雄結二人開始 支援多人連線對戰 那你不僅可以一起對戰 也可以一起跟你的家人朋友們 一起協力推進冒險 那這是我們這次 覺得說是本作最大的賣點 是的 那我們知道 除了在這些相關的內容的更新之外 大家也很關心在角色跟聲優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會有進一步的訊息嗎 はい ステイユさんですけども オルネージャンに行ってきた Bitski奈良さんにやっ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那這是因為我們也是請到了 非常非常多強大的深酷陣容 來為我們的 讓我們作品增添色彩 比如說我們這邊看到的 神殊奈奈 非常偏後級的配音員 也是會為我們本作的新角色來配音 發展 stealth跟裡面沒有 在前作中的阻搞的是神 lengthy 我們出了神速入小姐以外 在前作只有已經登場的 立腿六的開瑞 也是就有從我們神 Mile House來擔任 他也有日本的有住在 我們不只是請到著名的聲優 我們也請到著名的演員 或是演藝界的著名的明星來問我們 比如說我們所看到的雅麗娜是由我們非常有名的中山巷小姐來繼續擔憂 其實今天我們想要請中山巷小姐來跟我們一起同一個 但是她因為個人工作時間上拍不開所以沒有罵錢了 我們還是準備了一段她特別要跟我們台灣朋友打招呼的影片 那我們一起來掌聲謝謝我們自己